好 下面再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品牌故事 今天我们带您走进的是东风汽车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的前身是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1969年创建于湖北的实验 是我国第一个完全自主设计建设的大型综合汽车制造厂 从创建到2014年的45年之间 东风公司的产品从商用车拓展到乘用车 零部件 汽车装备等领域 累计销售汽车是2660万辆 而其中东风自主品牌是1160万辆 自主品牌汽车的销量和保有量位于行业领先水平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是东风汽车公司 与法国标志雪铁龙集团合资兴建的汽车企业 企业的第一个总装工厂是1995年投产的 到今年正好20年 到今年3月份呢 我们终于也首次迎来了 我们自主品牌的中方的自己品牌的 东风品牌的这个车辆下限 这在我们的汽车合资企业里面 在这个同行里面都是首次 合资公司现在过去的模式 实际上都是外资品牌 许可生产的模式 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一个代工厂 把合资公司建成一个全价值链的 含有研发 含有采购 含有销售 含有生产 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也是我们后合资时代 我们合资公司转型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这种转型 去年3月份 东风集团和法国标志雪铁龙集团 结成了全球战略联盟 东风集团注资8亿欧元 入股标志雪铁龙集团 这使得东风集团和法国政府 标志家族定列成为标志雪铁龙集团的 第一大股东 三方分别持股14.1% 我认为战略联盟是一个长远的考虑 这可以帮助东风成为一个 真正的全球汽车厂商 而且通过共同开发技术 东风将能够大力发展其自主品牌 纵观国内的汽车市场 目前已经从前些年的爆发式增长 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2010年 我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2.37% 2014年 这个数字降到了6.86%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汽车行业已经进入微增长时代 而这对于所有的汽车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微增长的时候 我们更注重企业的管理 怎么样降本增销 加强困制 防范风险 轻量化的一个设计以后 这个车从原先的接近于10吨 降到了8.8吨 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 首先意味着就是油耗的一个 险峻的一个下降 另外一个的话呢 在满足国家 现在这个要求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这个 能够拉更多的一个货物 能够去 使我们这个车 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竞争力 在不断开发新产品的同时 东风汽车公司也在积极的拓展 国际市场 现在在他们的客户里 来自海外的经销商越来越多 比如说在中东地区 因为比较热 所以我们的空调 我们叫加大功率 还有仪表台 它很容易烤焦 所以呢 需要做一种新的材料 要进行实验性的改进 比如说在俄罗斯 它有冰雪的路面 它那个腐蚀性很强 很强 它撒盐 非常强 所以我们的俄罗斯的 在俄罗斯这个生产的车呢 卖到俄罗斯的车呢 需要做特别的防腐处理 这样使我们的这个车 更加得到他们的喜爱 所以要把服务和质量做好了 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价格 才能够上去 我们的品牌价值 才能够提醒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